我国癌症高发,都是肌肉惹的货,提醒,真正要少吃的是这三种肉,人吃五骨难免会生病,平时患上一些小病小痛很正常,但原本罕见的癌症越来越容易出现在生活中,就发生在四周,在大众印象里,癌症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,但根据数据显示我国患癌人数逐年上涨, 多年前就稳居全球第一,是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,从权威医学杂志的报道来看,我国新发癌症人数在2015年有429万人,到了2022年该数字变成了482万,仅七年时间人数增加了53万,更让人害怕的是癌症病死率也居高不下,400多万患癌人数,其中有300多万死亡病例, 大家总觉得癌症是电视剧里才会发生的事,事实上在我国,癌症早已不是小概率事件,从数据上看,我国0到70岁患癌比例达到21%,意味着每五个人就有一个癌症患者,而吃鸡肉会引发癌症的说法越来越旺盛, 有人说现在都是激素鸡,人吃了自然会生癌,还有人表示鸡肉里某些物质会导致癌细胞生长,这些说法是真的吗? 1.癌症高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癌症不再是小概率事件,它切实地发生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,按照我国患癌人数比例来看,每五个人里至少有一个癌症患者,不禁让人们感到恐慌,难道下一个会是自己? 为何日常生活已经十分注意还会患上癌症呢?在所有高发癌症里,占据榜首的是肺癌,这跟我国抽烟人数居高不下有很大关系,无论一手烟还是二手烟都有不小影响,其中男性因吸烟患上肺癌的概率明显高于女性,而每四个因肺癌去世的男性里就有一个是烟民,虽然国家已经明确告知吸烟有害健康, 仍有大量烟民无法真正戒断,事实上我国患癌人数不断上涨且居高不下,跟人口老龄化也有很大关系,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,我国老年人平均寿命不断上涨,已经达到了76岁左右,由于老年人是患癌高发群体,直接导致患癌人数飞速上涨,我国人口目前已超14亿,既然每五个人里就有大概一个人会患癌, 那么意味着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有78%的概率患上癌症,这个概率已经十分之高,足以表示癌症在我国并不是罕见病,而有说法表示肌肉会致癌,家家户户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吃鸡,这种说法如果是真的,大家一直以为的捕肉变成了毒肉, 二,肌肉惹了祸,在我国肺癌、胃癌、直肠癌都是高发癌症,除了基因突变以及家族遗传等原因外,日常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影响,比如肺癌跟吸烟,环境污染有关,直结肠癌则在喜欢吃辣,腌肉的地区比较高发,生活习惯跟癌症有密切关系,于是出现了肌肉会致癌的说法, 肌肉是每个中国人餐桌上的常见肉类,古代逢年过节就会杀鸡宰羊,现代人也将此传统继承下来,关于肌肉的菜类非常之多,东北的小鸡炖蘑菇,海南的文昌鸡,广东的白切鸡等等,全国各地几乎都有肌肉文化,广东每年会消耗掉八亿只鸡,流传着没有一只鸡能走出广东的传说, 所以当听到肌肉会致癌时舆论哗然了,大家没想到已经融入日常餐桌的肉类,会是导致癌症的凶手,该说法源自于牛津大学的一项实验, 从2006年到2014年收集同一组人的数据,这期间有超过2万人患上癌症,在研究中他们发现那些每天多吃肉类的人群患癌率明显升高, 而肉类里的夹禽类会导致前列腺癌,恶性黑色素癌等癌症的风险上升,是否因此可以判断肌肉里含有某些物质会导致患癌率的增加? 除此之外,还有人表示以前的鸡大半年才会出荣,现在的鸡不到两个月就上市售卖,而且个头比以前大很多,这种鸡会不会食用了激素或者某些高科技药物,为了尽快上市所以催熟? 小孩吃了这种鸡可能出现性早熟,其他人吃了会不会增加患癌几率? 对此,医生都给出了专业解答,首先牛津大学的实验并未表明加禽肉就是肌肉,而且实验数据只说明加禽肉可能导致某些癌症风险增加,但没有详细阐述两者的关系,除此之外,肉类的加工方式也有很大影响,肌肉本身的营养性没有被推翻,不能因此反推肌肉能致癌,而现代肌肉里有激素的说法也属于误解, 虽然现在的鸡养殖周期会短很多,但这是由于品种不同导致的区别,比如杂交育重的白羽鸡出栏时间就很短,再加上其自身的基因问题,就是吃得多,长得壮,并不能因为生长周期短又壮时,就一口咬定该鸡是吃激素长大的。 除此之外,现代鸡饲养还会遵循科学养殖方法,按照鸡的生长周期给予不同食物以及食量再加上合适的环境,即使是相同品种的鸡也会比以前长得更快,长得更好, 而我国早已明文规定不允许在饲料和饮用水添加激素,一旦被发现将给予严重处罚,所以只要在正规渠道购买的鸡肉一般没什么问题。 大家担心的激素肌很有可能是品种差异问题,目前没有明确数据表明鸡肉会导致癌症,但如果不加节制地吃这三种肉,还真有可能增加患癌风险。 3.少吃这三种肉 1.散装肉丸 超市里密密麻麻的散装肉丸非常诱人,它的价格不高,品种也多,一次买可以混搭好几种烛火锅,深得老百姓喜爱。 3.但散装肉丸的隐患也很多,肉丸本身处于密封状态,为了售卖打算放在冰柜里,长期与空气接触会增加均落沉积,吃了后会导致腹痛腹泻等胃肠疾病。 4.这种肉丸没有包装,大众无法看到生产日期以及生产厂价,很容易买到过期产品,除此之外,这类肉类也没有配料表,即使一些不好的成分超标大众也无法得知。 4.为了增加保质期,散装肉丸里会含有大量防腐剂,长期吃这类肉丸轻则导致肠胃问题,重则会增加潜在患癌风险。 5.由于散装肉丸保质期比较长,没有卖完的肉丸又会继续放回冰冻层。 反复冰冻解冻的肉丸容易累积细菌,有可能早已腐败变质,却因为冰冻后难以识别。服用了这种变质肉丸也会增加肠胃疾病。 长此以往肠胃负担加重,很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。 2. 腊肉 每到过年过节时家家户户开始做腊肉。窗户外面挂满了各类腊肉,看着就十分可口诱人。 但长期吃腊肉会损害身体健康,增加患癌风险。 因为腊肉由大量盐巴腌制过,在进行熏烤后制成。 内部的盐分超标严重,经常吃会导致钠离子增多,出现心血管疾病。 除此之外,腊肉内部的脂肪量也很多,长期吃会导致血脂升高。 血脂增多后增加血管栓色的风险。 后续可能会出现脑梗、心梗,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。 腊肉含有大量亚硝案和亚硝烟,经过高温烹煮后可能会出现致癌物。 长期食用极易增加患癌风险。 喜欢吃腊肉的建议定期检查身体。 如果发现不对,也能尽早介入。 三,油炸肉。 上文提到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红肉可能会致癌。 但不同的烹饪方式能转变这种结论。 比如,长期食用油炸肉。 众所周知,油炸食品里有大量不健康的脂肪和反式脂肪。 长期吃这类肉会导致胆固醇增高,动脉硬化等等。 老年人长期吃会出现心脑血管堵塞,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几率。 油炸物里会出现一些多环芳香添物质。 这类物质有一定致癌性,长期食用会增加患癌风险。 除此之外,很多人喜欢在外面吃油炸肉类小吃。 虽然口感出众,但内在的安全隐患很大。 外面的油不明来路,轻则可能是过度食用的肉,重则可能是地沟油。 这种油本身就含有很多有害物质,长期食用会大大增加患癌风险。 癌症作为目前医学尚未攻克的难题,困扰着许多病人的一生。 患上后不仅要承担治不好的风险,还要损失大量积蓄。 对普通人来说,是生命无法承受之重。 癌症在我国早已不是小概率事件,根据数据显示, 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会患癌。 所以日常生活中的防护显得尤为重要。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肌肉会致癌在江湖上流传, 引发了不小的恐慌。 因为肌肉跟大众生活过于息息相关。 有人指出牛津学院的实验表明肌肉会致癌。 还有人认为出篮块,长得大的肌普遍吃了激素。 这两类说法都被否定了,肌肉含有丰富蛋白质和维生素, 而且很容易被人体吸收。 只要购买渠道够正规,烹饪方式不选错, 一般的肌肉基本没什么致癌风险。 反倒是这三种肉类会对身体造成损害,增加患癌风险。 它们分别是腊肉,散装肉纹和油炸肉。 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好吃, 喜欢吃的人会上瘾反复食用。 无形中就增加了患癌几率。 在此还是要建议大家尽量少吃这几类肉。 日常多锻炼,定期体检,一起努力远离癌症。